日本安倍晉山中槍 那這個日本說會繼續他的選舉 本來要不要停 也沒有人要停 對手也沒有說要停 就繼續選 事實上 他之前就已經開始選了 他明天是開票 他其實他之前 他就遠距投票什麼都實施了 所以不是今天 不是明天去 大家全部去投票 已經開始投了 已經開始投了一兩個禮拜 那所以呢這個活動也就持續了 你現在停 但是會不會 日本本來投票率都不高 尤其這種參議院 眾議院也許投票率高一點 參議院有多少投票率 也許四成五成 了不起的四成 到六成就很高了 那會不會因此刺激的投票率 本來大家不想投了 發覺去投吧 那所以呢本來自民黨勝率就高了 日本很怪 一黨獨達那麼久 之前曾經社會黨曾經有一次執政過 一旦執政就完蛋了 從此就一蹶不振 因為你不執政的時候 人家不知道你怎麼回事 一旦執政就發覺 執政是這樣子 如果不滿自民黨 讓再一黨有個機會 就像這樣很差 從此就 社會黨就一蹶不振 那自民黨就一路上來 當然自民黨也因為他裡面有派閥 所以說他一黨嘛 他這個黨中有黨 或是黨中有派 另外他的競爭政黨小澤 小澤一朗在演說說這起災難 反而對自民黨有利也說不定 就被罵了 其實講的是對的 但是不能講 很多事情是你知道的 你不能講 對不對 你怎麼能講呢 你不能講 昨天晚上我在本節目 我現在就心裡就想說 對自民黨有利 我也不敢講 今天看他講 他講就被罵 被他指責 像是什麼 因為冷血 一點同情性都沒有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一 基本上一定會同情 這一次的參議院選舉 自民黨把他定位 就是主要是在修憲 這個很明白 他們也有一些其他的政黨 也願意跟他們合作 所以如果說按照原本的預期 通過三分之二的機率很大 這次安倍的被刺殺 我覺得通過的機率就更大了 所以他一旦通過以後 那當然最終的決定 還是在於公投 也就是說 如果說他們這次參眾兩院 都超過三分之二 因為這個對於自民黨來說 是努力了很久 自民黨他們當初的一個策法 的戰略就是說 創造一種氛圍 一種環境 所以他一定要把臺灣的問題 激化 激化兩岸之間 然後再激化中日之間 本來岸田上來的時候 是有意要調和 要緩和跟中國之間的 這種緊張關係 所以他任命的這個外相 是之中派 他的家族也都是跟中國大陸 淵源比較深的 但是安倍金山 就能夠牽制住這個岸田的人士 所以他的房長 就是用了 他的弟弟 他弟弟 那而且這個弟弟是反華的鷹派 而且是安倍的派系裡面的大將 那這樣的話就牽制住了 就平衡了 一個是外交本來要緩和 一個 然後接著呢 外交這個部分裡面 就讓他沒有辦法再往前走 那每一次岸田有意要調和兩岸的時候 調和中日的時候 安倍金山就講 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為什麼安倍能夠這樣做呢 是因為他不在這個政治倫理的管制範圍內 也就是說他沒有官 像他弟弟的話 再怎麼樣都還是岸田的部署 所以不能夠超越這個政治倫理 但是安倍金山沒有這個問題 他就是一個議員 而且派系的大佬 所以你看他對於臺灣的所有的作法 他可以刺激大陸到很大的一個點 然後他刺激大陸很大點的時候 他就說是中日的關係緊繃的時候 那你看岸田他基本上就不能夠再違背 或是不能夠直接跟這個安倍金山有所抵觸 這個就等於是他牽制住岸田文雄的 一些對外的一個策略 目前來看的話 他這個氛圍是成功的 然後也製造了就是說烏克蘭 金字烏克蘭就是明日東亞 然後就把日本的這種緊張的氣氛把它挑高 所以修憲的聲音就拉大了 所以他一直在創造這個外環境 而這個外環境 創造的其實也是成功的 也是有效的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一次安倍晉三的被刺 通過修憲的機率 通過修憲的機率是有 但是全民公投可能就打不下去了 因為全民公投在推的時候 那就是全國動員的問題 那以他們現在安倍晉三 能夠把這個派系拉住的話 那未來岸田的自己的空間會擴大 我個人是覺得那未來的全民公投 日本的和平主義的力量會起來 反而和平主義力量如果一起來的話 壓制住這個目前的這些反華派 很有可能修憲 就在全民公投中 那麼通過不了也可能發生